后面我们就要来到安装 安装这一部分才是跟施工挂钩挂的最紧密的地方 那我们前面先稍微停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 书上六个月讲于五个月 是吗 标错了吗 我们这个点的话 咱们一般都是属于在考试的时候 要求大家要从理解的角度来走 就是你不要去死经背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书这么多页 四百多页 你真的死经背的话是非常难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跟着老师思路去理解它 我再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都经过哪些阶段了 我们是对它如何把控的 这样你才能去理解 你说你一点施工现场的基础都没有 我们就光去背的话肯定很难实现 像咱们刚才给大家梳理的这几个主要的方向都有什么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装配式的施工 那你的构架都是提前做好的 那我们构架提前做好的话 好 你需要提前对它在预制厂进行方案的编制 然后做好构架 我们需要把它从质量区移到存量区 移到存量区 我们后续使用的时候再往现场去运 它不外乎就是讲了厂内的移运 还有我们存放上的一些要求 前面的台座建设和胶柱全部都是概述性的记忆点 好 那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对我刚才强调了啊 咱们有学员说80%这个点没有听到 我再回去给你强化一下 80%是我们在讲到厂内移运这一部分 我再给你提示一下 咱们教材中关于构架厂内移运的全部知识 是从公路桥行的设计规范里面拿的 公路桥行的施工规范拿出来的 这个点不是我们市政的规范 咱们市政里面叫做城市桥梁的规范 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我们有单独的公路科目 这是人家参照的东西 我们在市政里面不是这个要求 他在这个规范中直接拿出了几个条目 来拼装上我们市政的全部的框架 所以这是借用人家的 这个80%的数字取的是公路上的规范 公路上面从我们前面预制构架的制作 先章后章 它的放章章拉强度全部都是80% 包括我们这边去做移运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规范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整体的市政里面 控制筑江的江业强度 就给你限制了一个要求 就是30兆帕 对吧 它不得低于30兆帕 所以咱们把这个作为重点去记 那你达到什么可以移运了 淘开唯一的一次 魏亚江的移运 能够移运的 就是我在这30兆帕 不低的条件下 你养护到了它的75% 我就可以动了 所以是这个要求 你给它弄明白 这个数字可不是让你死净背的 你第一点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体系 给你完善起来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后面来 再往后面 咱们就来到了装配式的安装 我刚就给你标信号了 这块你一定要作为重点 因为我们这里面 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流程 怎么样把减质量 转换成连续量 好 现在我们一次来看一下 图片上给你展示的 就是我们把预制的量片 进行安装的过程 咱们在这里面所走的核心思路 就是在一个胯上 是有多个量片去拼装成整体的 然后我们再把胯和胯之间 再形成连续 什么是减质量 什么是连续量 减质量指的就是最简单的力学模型 这个量体放下来之后 是不是只承受两端数值向上的作用力 对吧 这就是减质量最小的单元 而什么是连续量 连续量的话 我们是一个桥面 对吧 它又多胯构成 那我们底下每一个制作 都是给它提供数值向上的力 我们桥面是连成整体的 所以你需要把我们单一的小单元 形成连续的部分 这个叫做减质量 转换成连续量 这是我们需要在后面给大家 重点强化的部分 好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它的过程 我们现在讲的是安装过程 所以已经把购件 从预制厂通过厂外的运输通道运出来了 运出来之后 我们这个是需要提前去编制调运的方案的 就是你需要把我们的购件给它弄出来 弄出来的话 我们就要选择合理的运输的这个方法 当然是跟着我们购件体量去匹配的 所以提前去编制专项的方案 然后按照规定去做论证 调运方案的话 要验证各部分的受力设备 包括杆尖的验算等等 如果你所控制的梁 它裸梁的长度 就是单个一根梁 已经超过25米了 这种现场型的构件 我们需要提前来验算它的稳定性 你不能说我放在这 它可能就由于过程而产生变形了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性的控制 按照其中的要求 选择工具设备 包括我们机械的站位 也就是我们前端在调运方案里面 还有现场拼装的时候 需要去做把握的 这个点 它前面所提到的专项施工方案和专家论证 就会跟我们施工组组设计里面去讲 施工组组设计里面会提到两专的问题 那这个会有一个调装的方案的一个选择 就是它起调的重量达到多少了 我们需要去编这个方案 咱们讲到管理部分统一去背就行 剩下在技术上的准备 技术这个准备里面 我们就强化去做好技术 还有安全上的交底 如果你需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那我们这里面就在强调安全机会交底 所以需要侧重这个方向 那包括对于我们作业人员去做好培训考核 还有去做好精准的测量方样定位 你要保证安装就位是准确的 好 那再往下面 我们这个前端有了一些调运方案 你再把构件运过来就行了 所以这里的运输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运输过掉 也就是不同的构件 运输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把这个匹配好就行了 那首先如果是板式构件 像我们下图里面所看到 非常简单的板式 那这个一般都是有一些存放架的 所以我们就把存放的架体 放在运输车辆上 然后再把构件放上去就可以了 而对于小型的构件 我们一般是顺着宽度的方向去做测力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片就没有去给你放 它可能是一些这个方块式的板式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机械上 是一片一片的去做的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就画一些小的简图 这种小的构件 我们就以这个模式来运就行 你控制好它的稳定支撑 可以了 那如果是两体的话 两体我们一般是顺着高度去放 比如说右边这个就是梯形梁 它的高度是不是就这么垂直来放的 所以咱们运输的时候 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走 顺着高度来放 如果是容易发生轻覆的 像这种梯梁构造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两端有稳固的支撑呀 防止它发生轻覆的变形 所以这个点不外乎就是看着我们梁的体量形式 来给它匹配不同的运输的方法 那我们紧跟着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体量非常大的重型梁体 这个可以选择平板或者超长的拖车 像我们底下这个图片所展示的 就是比较长的拖车 也就是我们的梁体本身体量是很大的 那你底下这个车身可能长度是不够 那我们就在前端去设置好支撑 后端设置好支撑 你会发现它的车体是隔离的 那我们在转向运输的过程中 在这两个支撑的层面上会设置有转盘 它会跟着我们的运输调整方向进行转动 然后使这个梁体跟着我们的运输车辆来进行移动 所以这个是超长的拖车 支点处需要去设置活动的转盘 运输过程中一定要对场地的状态去做好控制 不要说出现什么急转弯呀 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等等情况都容易损坏两体 产生一些运输上的事故 最后一个是水路 水路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运辆船上 然后保证是密封的船舱 避免受到一些外部的污染就行了 所以这个点就很简单 我们就快速的过掉 基本上就是两体的形式匹配方法 那我们需要大家把重点就侧重放在到底是怎么安上去的 这个才是关键的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模型了 你要把简直量变成最终的连续 我们这个简直也是在一块上有多个凉片的简直 对吧 咱们先在一块上把它的凉片连起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幅图 它用的就是两台自行式吊机 在两边的支撑盖梁上 已经做好电视和支座了 这里面是有很多小黑点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里做好的预制凉片 给它进行就位 现在是不是就是单一的简直量体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简直量 那你在一块上是由多个凉片拼装起来的 我们先把这一块连起来 然后再进行跨和跨之间的连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体过程 那我们一次来看一下 安装之前去检查构件外形 还有预埋件的尺寸 保证它们是稳定的 同时你下部的支撑是不是强度也达标呀 不能说它的支撑强度还不够 那我们一放核载它就被压垮了 所以你底下这一部分的支撑结构 它一定是强度达标 同时清理干净 制作电时 包括我们临时制作都已经安装好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对构架来说 它达到能够运输 能够脱底膜 能够进行后续安装的一些强度上的问题 咱们这里面就需要大家记数字了 一个是看设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的75% 压江这一部分 一个是看设计 一个就是30兆帕 所以我们这个点的话 你就关注我们市政规范的这两个数字 给它记清楚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咱们在进行单一两片拼装的时候 前面是不是提出了不同的拼装方法呀 我们回顾一下都有什么 自行式吊机跨蹲楼门吊穿向式架桥机 或者其他的架桥的方法 那我们如果说你用到了架桥机械 也就是不受下部环境影响 我在蹲顶去作业 这个条目就在跟你说架桥机械的控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一幅图 是不是我们就在蹲顶去安装了架桥设备 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双导梁 刚才我们看的是图片 就是给你绘制的类似动画的这种三维的模式 而我们这个两边是不是有两个主梁 前端这个就是它的前导梁 我们在这形成配重 然后咱们的安装框就是放在这的 这个范围是我想要拼装的部分 那咱们先把导梁伸过来 做好有效的支撑 主梁引过来 导梁往前走 做好配重 前台车 后台车 把梁片抓起来送过来 左右进行位置调整 下方就位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双导梁的实际应用 好 那我们不管是哪种架桥设备 它但凡是进行过孔 或者是安装 什么叫过孔呀 就是这一块我们装完了 你要往前去移动到空胯上 再做好支撑 再做安装 拼装的时候 就是在这一块 我们要给它拼装梁片了 这两个都是对于我们下部环境影响比较大的 可能会发生坠落 失稳 轻浮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强调了安全问题 安装的时候 抗轻浮稳定数数 不要小于1.3 过孔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面抗轻浮系数不要小于1.5 同时不管你是安装还是过孔 我们底下都不能过人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去把它进行安全上的把握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条都记住了 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难点 就是它这个施工的范围会影响到下部 要么是行车 要么是其他工种的施工 我们都给它隔开就行了 等你拼装完这个范围 我们机械往前去移动了 然后你这个范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构造 我们再恢复啊 就这个意思 好 那咱们继续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这几条啊 马上就会出现我们学员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了 所以我需要给大家加强去梳理一下啊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那两板就位之后 即时设置保险座或者支撑将构件去做固定 然后是横向稳定性比较差的 我们需要给它进行连接的处理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拼装的梁底这个角度往上去看的 这是我们的桥墩 这个是盖梁 对吧 那我们两个桥墩盖梁之间 你是不是拼装了梁片 这个是什么梁片 一看就是梯形梁片 对吧 我们上面有两个翼板 中间这个是属于副板的部分啊 那我们这个做的是梯梁 你会发现我们这一块上 是不是拼装了好多片梯梁了 对吧 那你把这个拼装的梯梁一片放上去的时候 你得给它设置一些临时的支撑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去设置保险座或者支撑 让构件形成稳定 它是拼装单片的时候 去做的端部的固定啊 临时的固定件 而我们这一块上多片 是不是都需要去做一个安装了 你首先这些构造是梯形的容易左右摆动 或者是I型的容易左右摆动 那怎么办 我们就把片和片之间形成横向的联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 图片里面 是不是我们片和片之间都每隔一定的间距 设置了一些往前伸的构造 对吧 这个我们一般叫做中间的联系的横梁 或者我们叫做一些联系的隔板 那咱们就可以先把隔板上去预留的一些钢筋 或者形钢 给它进行联系 先把这些东西联起来 那我们是不是点和点就把它形成整体了 然后咱们再把这些位置一样的隔板 钢筋贯通 织上膜板 胶上混凝土 是不是我们就相当于把梯梁或者I型梁 通过中间的横隔板连成了一块上的整体 对吧 我们下部形成整体了 那你下部形成整体了 我们这个构架就不会出现左右的倾覆 那你是不是上面一板这里面还得交到一起呢 对不对 我们单一的梯梁 它都是上端一板一板进行连接的 比如说我给你画成横断面 咱们T形梁体 是不是这样一片一片放到线上了 对吧 这是我们形成桥面 它上部这个一板实际上是扩大面 我们这个范围才形成桥面呢 所以你一个是我们每隔一定间距设置了这些中间的横隔板 那我们把它进行联系形成整体了 而你上面这个范围是不是也得形成整体啊 所以咱们对于T形梁 它在梁片一板这的这条缝也要交到一起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单跨形成连续的一个过程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横向的联系 我们还要再把竖像给它进行联系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走 第七个 安装在同一孔跨的这个梁和板 预置的零期不要超过十天 就是它们在变形上的特征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两板上有预留孔洞的 那我们中心要保证在一条线上 因为咱们经常会有一些预留的张拉部分 那我们这孔洞一定要对正 因为它要形成连细 要过于运力筋的 偏差不要超过四毫米 两板之间的横向世界峰 应该是在一块全部拼装完成之后再做 这个是我们两板之间的横向世界峰 指的是什么位置 我们学员很多都在这混 我再回到刚刚的图片上 先把墨基给你削掉 我再给你串一下这个过程 第一个 我们底下桥灯和盖梁 制作电时临时制作都已经做完了 然后你把单个一片梯形梁放到这 对它实时临时的固定 多个梁片都放好之后 把预埋的一些形钢做联系 形成点间的连接 然后再把中间的这些隔板交住起来 形成我们下部的联系 再把中间这条纵向的缝 一板之间的接缝给它交起来 是不是我们这个外观上这一块就形成整体了 而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横向的世界缝 指的就是这一块跟下一块横向的这一个部分 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一块都拼完了 你才去做的中间的世界缝 这个顺序能理解了吧 就是我们一块上先形成整体 然后跨和跨之间才叫横向世界缝 这个顺序大家一定要理清楚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减值去变到连续的过程 最关键的变连续的过程 那对于弯度坡度或者是斜桥的这个两体 它体量就不规整了 那按照我们安装的平面位置等等 你走涉及要求就行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用怎么太去看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那这样就来到了先减值后连续的具体过程 刚才咱们给的实际上就是先减值后连续的一个图片形式的体现 我们在后面这个范围才需要大家重点去落实到到底怎么去转换 首先临时之座顶面的相对高差不要超过两毫米 刚才咱们强调的之座上面你需要清理干净 对吧 这边我们给你引入一个概念叫做临时的之座 什么是临时之座 这个概念跟我们之前去做的永久的之座 一定要给它分开啊 永久的之座 永久之座是我们在连续凉里面 蹲顶给你施加的一直要使用的之座 它是不是在我们连续凉的桥面这儿 跟你下部结构是传递的构造呀 而临时之座是我们在放这一片凉体的时候 它两端底下设置的临时的支撑 这个临时支撑我们是不作为永久构造去用的 当形成连续凉体之后 它变成整体了 我们是要把中间的永久之座放出来受力 而你的临时之座是要拆掉的 所以这个点是我们进行凉片固定的时候去用的 好回到刚才这个图片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个凉片上线的时候 是不是你把它上线要做好固定呀 首先它两端就是放在临时的之座上 然后我们再给它额外的一些稳定 你把每一个凉片都放在临时之座上 再形成横向联系 再形成纵向一板缝的联系 是不是这个独立跨就完成了 永久之座是我们提前就已经埋设在这个支撑点中间的 所以当我们完成湿接缝之后 你再把永久之座跟我们构件做好联系 临时之座就可以拆掉了 所以这是我们之前在固定凉片给它放置支撑点的位置 好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到底什么是这个临时 那施工程序符合设计要求 然后我们全部安装完成 就是刚才咱们图片里面看到的 一块我都拼完了 你再来进行后续的施接头就行了 对于施接头这一部分的凉端 按照施工缝的要求去做凿毛 它也是相当于分施工缝的地方 段和段之间的地方 那我们当然是凿毛清理干净再做交注 对吧 这是常规的施工缝做法 施接头这一部分要放在气温最低的时候 这就是热胀冷缩 如果说温度低 那我们缝肯定是最大的 咱们就在缝最大的时候去浇它 那这个大部分的缝都是这样做的 养护的时间控制不要小于14天 这都是给我们施接头混凝土的浇注 包括养护的要求 好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 刚才咱们就有学员 还是可能不太理解 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还是懵的 我再给你转换一下 这个图片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站在桥底往上去走 刚才咱们见到的是什么 是梯形梁 对吧 现在我们用的是箱形梁给你做展示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桥墩 这个是不是就是盖梁 然后我们在拼装这一块的时候 它的简直模式是要把一个箱形梁放到两个盖梁上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箱形梁的两端在就位的时候 跟盖梁顶连接的部分用的就是临时制作 我用小三角给你来表示 咱们在这儿就先用临时的小三角制作给它做好支撑固定 那我们两块之间是不是都需要去安装呀 你这一块做了我旁边这一块是不是也得做 它在这个盖梁上也是对应的小三角做了连接 对吧 就是临时制作的连接 在它们之间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永久制作 所以当我这一块上 你把它整个的凉片连成整体了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纵向接缝也给它连起来了 瞧面是一个整体了 是不是我们这一块拼装完成 拼装完成 你再来进行这里的湿接缝 就是跨和跨之间的接缝胶镶住 镶住完这个接缝 强度达标了 该做张拉的也张拉完了 我们就把这个连续梁跟中间的永久制作做联系 然后你把这两个临时制作给它解掉 这就是我们进行了简直转连续的过程 你这个临时制作只是做临时固定的 它不是我们后续要用的 后续要用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大体量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弹性的制作 所以咱们会放到中间去提前做好建设的 它一定是在湿接缝的混凝土模板的底下来做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要把制作跟桥跨跟底部连成整体 你不能把我们制作埋到上面去 那就没用了 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程序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 我这么给你解释你明白了吧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什么时候拆临时制作 刚才说了 当我们完成这一部分湿接缝混凝土的胶住 达到强度了 可以张拉了 我把这里面贯通的钢筋张拉完 你就可以拆了 那这个我们学员又有一个小问号出来了 怎么又来了张拉了 好 你先跟我把这个湿接头弄完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运营离金是怎么张拉的 那刚才我们说了已经完成了一块的连续 现在我们工人就正在进行中间的这个湿接头的一个胶住 就是它的上边和下边 我们给的是两块 这一块上已经形成了连续了 这一块上也形成了连续了 它们都是单独的胯 我们底下的临时制作永久制作都做完了 你就把中间这条湿接缝给它浇混凝土浇好就行 钢筋贯通浇混凝土做好阵倒密实 然后让它以一个合理的养护条件去做养护 那当我们完成了这一部分的一个强度的控制 就来到了下面湿接头的张拉 湿接头按照设计要求去施加运营离孔刀压江 那咱们这个点直接给大家看一个断面图 首先我们这个图片给的是桥梁的纵断面 行车方向是从右到左或者从左到右 我们中间这个是桥墩 这个是上部的盖梁 那咱们在进行正常处理的时候 好我现在先把这几个多余墨迹削掉 你把方向捋清楚 行车方向是这样的 这个是纵断面 那我们刚刚左边拼的这一块 是不是单独两片形成了左边这个减质梁的体系 单独两片形成了右边这个减质梁的体系 然后它们在每一胯上都形成整体了 在每一胯上连成整体之后 我要把胯和胯再连起来 你刚才交的世界缝在哪 是不是就在这个范围 这是我们交的世界缝 好咱们再回来看 刚才你安装这些梁片的时候 我是把它放到临时之座上做固定的 而我整个连续梁 是要由一个永久之座去做联系的 所以咱们提前会把永久之座 放在我们的盖梁上 两边的临时之座 作为临时支撑 把梁片放上去 形成整体之后 你要来浇注中间的这个混凝土 当然我们要做张拉 它有运用力金的穿金范围 穿金的范围有管道的部分 提前在布设钢筋的时候 就给它贯通 做好联系就行了 然后我们交混凝土 强度达标可以张拉了 你在这里面把运用力金穿进去 完成张拉作业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形成连续整体了 完成张拉了 强度也达标了 两边也是整体了 好 是不是变成连续梁了 变成连续梁 此时我们再把这两个临时之座拆掉就可以了 让永久之座跟上部来进行受理 这样咱们就结束了 它就把简直转换成了连续 而对于张拉这一部分 我们可能有学员 还是有一些疑问 你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两端的构件 这些是不是都是预制构件 预制构件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了 先章法后章法 那这个图片里面很典型 我们是用后章法来做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是不是运用力金的布设呀 端部有毛具 对吧 这是我们曲线型的布金 对于整体的后章法来说 我们在大体量构件中 去布曲线型的钢筋 往往都是这种形式来布的 它主要就是受拉 最大的地方 我们去布设钢筋 所以跨中下部 是有运用力金的 而我们之座上部受拉 所以它需要布设运用力金 我刚才强调了 之座的上部是受拉的 所以你看我们施机缝 它的运用力金放在哪了 是不是放在上面了 那我们会提前在构件中 把这个管道给它买进去 预留出空间 然后在量片这儿 会预留有张拉作业的区间 我们直接把管道贯通 穿金再去完成张拉就可以了 这个能理解了吧 这样我们就交完了连续的混凝土 中间是按照施工缝去做凿毛处理的 交完混凝土 强度达到可以张拉的水平了 好 把这里面运用力金穿过去 安装张拉设备 完成张拉 形成了整体 形成整体了 连续粮生成 我再把临时之座敲掉 这个就结束了 这就是减质粮转换成连续粮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对非常好 我们学员反应非常好 这叫副弯具 对吧 之前我们给大家画过 这个连续粮的弯具示意图 我再给你回顾一下 我们在哪去画的 在钢筋给大家讲的 对不对 钢筋我们讲过了 要把接头放在受力最小的地方 那在连续粮里面 它的弯具图是怎么去绘制的 首先支座处承受的是副弯具向上 然后我们在跨中承受的是正弯具 是向下的 这个是它的弯具图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反映出 两体的跨中是不是下部收拉呀 支座我们是上部收拉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上面去布设这根运绿粮筋 这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弯具的作用方向 哪块受力大 我们就往哪去布钢筋 所以咱们提前在上部做构架的时候 做预制构架的时候 就把这个管道已经埋进去了 后面我们只不过是对针 给它进行贯通就行 这样咱们程序就完成了 好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临时之座当然要拆掉了 临时之座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刚性的 就是它不会发生什么变形了 你要想 我们这个是一个连续量体 桥梁坐完之后 它上面是不是要来回的过车 对不对 来回有行人 所以这个点上承受的叫做动核载 动核载会对于我们的桥梁带来什么影响 震动 对吧 震动 你回顾一下 我们在讲之座作用的时候特别强调 之座有两个大方向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传递核载 把上部核载经由之座传递给下部构造 第二个大的作用就是我们需要在这儿吸收变形 上部承受动核载之后产生的震动变形 你的制作要给它吸收 而我们的临时制作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刚性 它没有吸收变形的能力 一定是中间的这些制作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学到的 有什么盆式制作 橡胶盆式 或者大型的橡胶板式 它可以吸收变形 才会作为永久制作来使用 而你左右两边这些 只是为了固定粮片去用的 它可不是为了吸收变形的 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点上 就去给它浇上一些小的混土块 就可以放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它敲掉 你不敲掉的话 我们在这个两体这儿 是不是属于给它变成了钢节点了 对吧 我们后面会讲到挂楼法 挂楼法做完零号块的时候 就是去做临时固结 这个实际上相当于做临时固结了 所以是一定要给它去掉的 否则的话 我们两体没有承受变形的能力 后面就容易开裂 好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施阶头和施阶缝怎么样去做区分 那我们这个点你就要注意 它但凡所提到一定会给你限定方向 咱们在整个的简直转连续的过程中 我们处理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咱们在整个的连续两体这儿 中间会有一些中格板 我们要给它连起来 还有就是我们在上部的一板之间 这个纵向的视阶缝 我们是要给它连起来的 而中间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做跨和跨之间的接头部分的处理 所以这个其实不管说它是接头还是接缝 你只要区分清楚方向 我们就知道它的拼装顺序 你不用去这么抠这个细节 好 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那我们这个点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其实可能看起来就是相对不太好理解 你把这个过程给它梳理清楚 就是我们一跨是一片一片去构成的 然后跨和跨之间 等到我们两个跨形成独立个体了 我再把跨和跨连起来 这样就行了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把这一部分题目去练一下 今天这个时间又花的比较长 第一个是做的单选题 然后设计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采用后张法施工 那这个C50的设计的强度 梯形量强度达到多少的时候 可以进行张拉 这个点实际上是在考我们预制的构件 对吧 它的张拉的强度 后张法张拉强度 我们给的要求是多少 就是75% 当它养护到设计的75% 你就可以去张拉了 所以我们给了设计的标号 那你就用0.75的比例 乘上我们的标号就可以了 这个算出来应该是 这个是37.5 对吧 37.5 所以我们就选择大于等于37.5的就可以了 那咱们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只有D满足 那你当然就只能选择D 只能选择D 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选择的是最符合提议的一项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就选择D就行了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关于掉放技术的要求 让你来找错误的 首先 A 捆绑掉点距离悬出的长度 不得待设计规定 那这种就属于是我们描述上的恒定正确 对吧 这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 采用千斤顶掉放T阳的时候 可以采取让两个翼板受力的方式 T阳 你给它做起掉 然后我们把掉点设在两个翼板上 相当于掰人家的翅膀 对吧 把翅膀掰断了 你还能掉得起来吗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一般都是给它绕过去 或者在中部去设置 你要掉翼板的话 非常未出现断裂 所以这个B肯定是错的 那我们后面就可以不用去看了 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 底下这个就是钢梁的一个验算的问题 然后设备的组装问题 提前需要去做试掉 这个都没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扩展一下 这个试掉的话 它是要分阶段往上去施加 不是一次性就掉到我们的重量 而是按照比例 比如说我们先掉到30% 然后再掉到50% 然后再逐渐往上涨 还会再增加一点 一般我们都是要比它的设计 要增加到大概130这么一个范围 来进行这一部分的试掉 好 这个我们就选择B就行了 那第三个 这个也很简单 预制凉片做吊装的时候 吊绳和两板的胶脚是多少 我们就需要去设置吊装扁担 这道题应该会有很多学员做错 我们在教材上的原文描述是 当胶脚小于60度的时候 需要设置吊装扁担 所以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选择的是最贴近于提议的一个选项 人家说了我们这个胶脚是为多少度的时候 你需要设 我们教材规定的是小于60度 你看选项里面谁小于60度了 是不是只有一个45呀 那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比它小的就行了 所以咱们做题的时候 你就注意一下答题上的技巧 可能它会有一些描述 相对来说比较模糊 我们要选的是最贴近于提议的一项 所以咱们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选择第一个 你看很多学员都掉进去了 教材里面说的是 当它小于60度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设置吊装扁担 小于的只有这个45 那我们就选它就行了 对这个是一个坑 好那我们这里面就 把前面的装配式施工给大家介绍吧 相当于桥跨里面 我们已经把预制解决了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 从它的质量场开始 怎么去做 怎么去移运 怎么去存放 然后到我们现场的拼装问题 重点就是 简直转连续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核心点记住 它是怎么去转换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时间 我先停下两分钟来看一下 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就尽量往后去讲一讲 咱们后面还要讲到线胶 线胶的方法里面就分成了 支架 磨架 还有挂栏 那我们这三个 应该在这个下周的课程里面 就都能介绍完成了 好 有什么问题 咱们来提问一下 没有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后面来看 世界缝还是不理解 这个其实你要想象一下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在拼装的时候 你一胯上 是有很多个凉片组成的 对吧 我们要先把这一胯上的 多个凉片先放上去 放上去的时候 在定位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些临时制作 给它定好位 然后胯和胯都形成整体了 我们要把中间胯间的横向缝 给它交出来 你把横向缝做完了 我们又完成了张拉 这样才形成连续量 形成连续量之后 我们把两边的临时制作 给它敲掉 中间的永久制作 让它受力 这样就行 所以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咱们教材 给你描述的非常细 然后我又是一条一条 去给你讲的 但是刚才咱们这个流程 反复的给你串了 大概两三遍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明天去推出 这个推文回顾 你可以到工作号里面 再把这个程序去刷一遍 去强化一下 好 拼装之后 还要全部浇注混凝土吧 咱们这个学员呀 拼装是什么施工 是装配施 装配施工 我的构件已经做完了 你浇的是什么 你浇的是它中间这些缝 我们不外乎就是浇一些缝 所以先把它的连接的 间隔中隔板 我们给它浇上 然后再浇两片 一板和一板之间的纵向缝 一跨就形成整体了 我们再浇横向缝 咱们这里面就是处理几个缝 你把这个缝的顺序排出来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再往后面 来到这个线胶 好吧 咱们装配式就放到这 那线胶这一部分 我们前面在打四维框架的时候 就给你梳理出了三个方向 一个是支架法 咱们上面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支架法 在支架法中 我们比较常见两种模式 左边这个范围就属于是满膛支架 中间这个范围我们做的是带通行孔的门洞式支架 这两个都属于支架 跟支架类似的 还有拱架 拱架一般适用于拱桥 也就是我们搭设架体 它的顶部不再是平直的 而是曲形的拱桥底膜 这两个虽然说形状不同 但是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就按照支架法来给你梳理就行了 而底下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移动模架 移动模架跟支架法最典型的区别 我们都是要进行现场的模板制作 但是不同的是它的受力点不一样 我们这里的不论是满膛支架 还是带通行孔的门洞 它的受力点都是要基于地面往上去搭设的 所以我们对地面要求很高 一定要做好基地的承载 而你底下这个它不受下部环境限制 我们所做的模架是在蹲顶进行移动的 它特别像之前的架桥设备 这个设备上面有导梁有主梁 那我们先把导梁伸到空跨这 再把模板顺着主梁送过来 然后给它拼成模板平台 底膜也有侧门也有 我们就在里面去交注构件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空中的模板体系 而我们这个是要做一块支打一块的 一定要受地面限制 这个就是支架法 这个就是移动模架法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模板形式 一个是地面建的 一个是跟着我们上部的机械设备来走 所以这样我们给它分开就行了 那咱们今天这个时间的话 应该是讲不完支架法 所以我们往后面能讲多少算多少 好 现在我们先给大家去引入这个支架法 支架法这一部分我的印象里面 我在讲到第一节的时候 是没有去给大家介绍支架模架搭设 这一部分的内容 对吧 我就给你统一的放到咱们支架法的 全部流程中了 这我印象里面 我第一节是把这块直接给扣掉 因为咱们第一节里面去讲到了支架的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验算上的问题 它实际上也是我们搭设架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工作的部分 所以咱们就可以去给你放到一起 从前端设计入手 到我们施工 到过程中一些脚手架 或者是安全技术措施 然后再到拆除 我们就整体给你把这个程序走完就行了 所以咱们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给它都学完 好那我们现在就往后面来通过图片 先引入这个基本概念 刚才咱们看到的是简图 简图里面就包括了满堂式和带通行孔的门洞式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实际的 这个范围就是满堂式 中间这个是道路这的带通行孔的门洞式 我们一般在通行孔这就需要设置梁柱的体系 所以它底下会有钢管柱做支撑 然后上面会通过贝雷航片来提供我们受力上的一个承担 而我们再把这两个分类放大 这个图片所展示的就是满堂式 你会发现我们这里面的支架体系是非常密的 布设在底膜下部的 所以它的受力是均衡的这样的点的受力 那我们通过架体的搭设来承担底膜这个范畴 而如果是这种门洞带通行孔的 我们底下这两个就是通过钢管来做住的支撑 上面这里面通过贝雷航片来做两体 然后提供我们上部的平台 所以这个底下就可以过车过人 这个跟我们市政的工程衔接就比较紧了 因为咱们现在好多都是在城市里面 既有道路上去加一个高架等等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减少对既有交通影响 那这个应用起来是比较广泛的 好那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我们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支架法 去进行现交相形粮的施工流程 在这个施工流程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融入了架体的搭设 融入了粮体相形粮的胶柱 胶柱完成之后再把架体拆解这三个阶段 所以需要大家结合着我们这个程序 先做一个概念上的铺设 你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再细化到这个流程中的细节 那我会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需要来进行价体的搭设 这个范围就属于是我们常规搭架子的过程 首先你这个价体是不是以地面为支撑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地面处理好 保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同时我们该做的电块等等都给它处理好 防排水措施也控好 包括我们这里的平整等等 好做完地基处理 你就可以在稳定的地基上去搭设架体了 搭完架体我们需要来进行底膜的安装 当然这个点我们搭设完架体之后 需要对架体进行质量上的检查 检查合格了 你再来进行底膜的安装 有了底膜之后 我们这里就有了操作的平台 那咱们在前端去搭架子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拼装上的空隙的地方 没有压实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种不能恢复的非弹性变形消掉 就来到了后续的预压工作 这个预压是我们整个体系中 烤体频率最高的地方 也就是你的架体搭完之后是必须要做预压的 那这个预压强化一下 是在底膜之后 不是搭完架子就做 我们搭完架子它还是一个架体 它上面是没有任何平台的 所以一定是有平台了 你才有预压东西放的地方 所以这样我们去注意一下 预压的目的就是后面会讲到的 消除非弹性变形 一个是我们架体的拼装间隙 一个是底部的土肌受在之后的压缩 这两个都是不可恢复的 那我们完成预压之后 是不是把这些不可恢复的变形都消掉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预压的核载给它撤掉 调整标高 然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一个侧磨的安装就行了 现在是不是架体底膜平台侧膜都有了 我们现在给你放一个图片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底部搭架体 地基也处理了 上面做了底膜平台 然后去制作的箱形量的过程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阶段在哪 就在先把地基做好 然后搭了这个架体 搭完架体之后 我们做了底膜平台 对它去做了预压 然后就要进到构件的制作了 当然我们这里面侧磨也跟着做好了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流程里面 流程里面 我刚才是不是给你标绿的这个范畴 这就是我们整体的量体胶注的过程 你现在是织膜架法现胶 所以当然我们这里搭的架体就是底膜系统 对吧 底部的膜板有了 你把我们上面的钢筋膜板混凝土再补全 那这个构件就做出来了 所以咱们这个范畴给的就是箱形梁的胶注 那我们整个的程序是按照一次胶注的方法去给你描述的这个过程 先去进行底板副板的钢筋 然后运用力管道的安装 再把内膜制作好 然后是顶板的钢筋 我在这再给你把这个箱形梁的简图画出来 它是带有底板副板 还有我们的顶板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刚才我们是先做底副钢筋 还有它的管道 内膜这个范围我们做好了 内膜我们只需要做顶板的底膜 还有副板的内侧膜 做完这一部分 再加工顶板的钢筋 也就是这个范畴的钢筋 包括运用力管道给的布设完整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膜板钢筋都做完了 你就可以往里面去浇注 这个步骤给你提前加了运用力金的制作安装 当然它采用的是胶筑之前就放金的方式 也可以在胶筑之后再穿 这两个都可以实现 那我们胶筑完混凝土 当它的强度达标之后 就可以进行张拉了 这个强度控制多少 这个控制多少 75%对吧 我们前面刚说完 这是不是典型的后张法 因为我们有管道 所以达到75%的设计强度 你就可以进行张拉作业了 那我们后面这些就是常规的张拉作业程序 张拉完成之后 及时进行压浆 压浆完了 我们再封绑 然后达到强度 这个量体就可以用了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把相形量就做完了 相形量做完 我们这一块是不是施工完成了 你就可以把我们底下的架体拆掉 所以咱们就来到了拆解的阶段 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是第二个阶段 做量体 这是第三个阶段 我们去做拆除 那拆除 拆掉侧膜底膜和支架 那我们底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架体 再给它逐渐由上而下 泄落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架体的 搭设到拆解 融合了我们量体的胶筑的过程 那咱们再回到这个图片中 刚刚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我们把这个架体搭设起来 底膜建立完 做好预压 侧膜形成 是不是中间这个范围还是空的 第一个阶段完成了 第二个阶段 我们把这个量体做完 第三个阶段 它的强度达到可以拆模之后 我们就把模板 包括架体 由上而下 逐个拆解 这样我们这一块就制作完成了 好 这个就是支架法 那咱们需要大家把这个程序能够记得住 那有的时候 他在考这个程序的时候 会针对程序中的一些关键步骤来考 比如说我们搭架体的时候 怎么样做地基处理 怎么样做预压 如何去调整标高 等到上到量体的建设的时候 就考你浇筑混凝土的要求 这是我们在前面讲预知构架的时候就说了 箱形量是怎么去浇的 咱们刚才的流程是依次浇筑 就是所有的钢筋模板我们都做完 然后你一起来浇的 还可能会出现二次或者是多次浇筑模式 做完这个构架 我们再去按照后章法的张拉 给它施加运用力 施加完运用力 我们再把架体拆解 这样才结束 所以咱们在这个点中可能会考到你价体的搭设和拆除 可能会考到我们量体的建设 这几个侧重方向都有可能会融到这个程序里面 那我们大家需要在学之前先把这个程序建立起来 好 这个有什么大问题吗 好 我们学员说内膜和外膜怎么样去做连接 那我们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内膜和外膜 首先我们一般在内部的膜板这儿 它是需要跟我们的顶板底膜还有内部的这个侧膜 它们三个是一起整体来搭设的 我们首先在内部的膜板支撑这儿 往往是这两个来形成受力上的均衡 你只要控制好板的厚度就可以了 而我们外侧的膜板 大部分都是需要跟底膜来形成外部的平台 所以这两个在体系上以独立居多 我们中部这几个它形成整体的性 这个性质是比较强的 这样我们就反映出侧向的一个胶柱的问题 因为咱们中部这个模板大部分都是一个整体 所以你在胶柱的时候 是不是两边应该均衡上升呀 如果我们先胶一边再胶另一边 是不是这个混凝土就有可能会造成价体的推移 这有可能会形成我们的壁后不均的情况 好 这个就带来了你胶柱的时候 一定要均衡的分层上升 不要出现过大的高差 把这个注意一下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有虚然说了 张拉之前不是要先去拆这个侧膜了 问题问的非常好 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在张拉的这个点上 需要把它跟价体的模板去做一个区分 首先我们要注意 对于咱们图片里面给你画的这种 好 它是垂直的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相形两体 它给的是这种构造 也就是斜向的这个面 那我们对于它来进行底膜搭设的时候 你的底膜板在这儿 而我们侧向的膜板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的效果 所以这种构造 我们一般是先把它内部限制变形的侧膜拆解 你就可以来施加运营的张拉了 而我们底膜这里面 它是带有支撑的效果的 所以这个点我们是要把它归到底膜平台来做拆解 而如果你碰到是这种垂直型的构件 那它也是属于限制运营利张拉变形的模板 这种情况我们在独立对待就可以 像这样的点 它一般不会考到这么详细 我们只要把它的核心原则去梳理清楚就行了 刚才我们学员所提到的 运营利张拉之前就要拆除限制位移的侧模板 这种点它一般会以独立的形式来出题 跟我们整个题目流程融合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咱们就参照我们斜向的副板 整个这个侧模是要做支撑 你按照这个道理来理解就可以了 好这个明白了吗 行啊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往后面来去走 再往后面来走 那这个是属于咱们再去给它搭设价体的一个图片 我们在考到这种图的时候 或者是流程的时候 一方面让你来补充流程 那它大部分还是以补充我们价体的控制为主 另外就是我们在图片中可能给你一个这样的图 让你来识别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缺少东西 比如说你看一下地基有没有得到处理 底下有没有垫块 我们的价体中是不是缺少杆件的 然后你顶部平台这有没有设置泄落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去从图片上关注识别的点 好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往后面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给大家把这个价体的构件识别清楚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断面 对吧现在我给你把它具象形成一个动态的这个东西 三维立体的模式 咱们需要把价体的杆件做认识 可能它会考到一些相对难一些的点 就问你了这个价体缺少什么杆件 或者应该由什么杆件组成 我们在理解杆件的时候 你一定要按照支搭的顺序来走 价体是怎么搭出来的 由下向上做出来的 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 你的原地基是不要处理好 在这个支架法施工的点上 我们是有专门的规范 咱们会有支架地基的预压规范 所以底部的承载能力怎么保障 用多少核载去算 我们会参照相应规范 直接来处理就行了 那处理完成之后 你在搭价体的时候 我们的支架数项的受力构件 是不是这个钢管的立柱呀 钢管立柱它是点的受力 所以如果把钢管直接戳在地面上 是不是我们容易把地层刺破 发生沉降变形 对吧 怎么办 你在这必须要设置电块 那咱们一般可以放置一些什么 槽钢呀 或者我打一个地梁 或者放一些水泥火云土的电块 或者石材等等 来给它进行接触面的扩大 避免集中受力 所以地基处理好之后会有电块 电块做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架体拼装起来 那么这个架体比较关键的受力构件 就是纵向的立柱 按照我们设计的位置做好布设 你这个立柱不可能直接戳在这 所以它需要有横向的排架 给它形成整体 我这里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横向的排架 这个排架是要由纵杆和横杆去构成的 好 现在我们又给你引入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纵杆 一个叫横杆 什么意思 这个是跟我们道路里面 就在讲的方向是对应的 什么叫纵呀 纵就是跟行车方向一样 对吧 什么是横 跟行车方向垂直 所以我们在形成排架的时候 跟行车方向相同的纵向杆得有 跟行车方向垂直的横向杆也得有 也就是我们这两个杆 形成了平面上的一个构造 对吧 这个叫做一个排架 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竖项立柱 就是多层排架进行固定的 那每一层上我们既要有横杆 也要有纵杆 那贴地第一层的水平的排架 我们是由两个关键的横纵的扫地杆来构成 这个扫地杆距离我们地基非常的近 因为如果你把它调的距离很高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贴近地表的范围 它都是一个单柱在受力 容易发生核载伤产生的变形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把排架下移 变成扫地杆 这个扫地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架体极其容易出现失稳 所以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 有没有扫地杆 横向扫地杆 纵向扫地杆 有了这个扫地杆了 往上每隔一定高度 我们就设置一层水平的排架 再隔一定高度 设置一层水平的排架 符合我们规范上的要求就可以 那另外 每隔一定的高度 我们还需要在另一面上 再设置双向的剪刀称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双向的剪刀称 那我们剪刀称 一个方向是放在立面上 可以进行布设 当然它横向纵向都可以有 而我们在水平排架这 也是需要去设置剪刀称的 这个在我们架体上 没有体现出来 那横向剪刀称 往往是这种模式 给它进行横层面之间的联系 我们为什么要设置 这种三角形的剪刀称 这个话有点乱 我先擦掉 咱们为什么要设置这种剪刀称呀 因为在所有形状里面 三角形是最稳固的 如果你全都是四边形的话 它非常容易变形 所以我们需要每个一定间距 就给它通过三角形去做好固定 所以这个咱们再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 除了这个剪刀称 纵向有了 横向有了 立面有了 横排架有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还有特殊位置需要设置的斜向的撑刀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就把一个独立的矩形单元进行了斜杆的联系 是变成两个三角形了 它的形状就非常的稳固 可以提高我们架体的整体性 这种斜向的撑杆 可能会放在单柜的矩形单元 也可能会放在一些异形模板的使用上 比如说咱们刚才看到的图片 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两体断面 侧面的副板是斜着的 所以这种异形模板 我们在端部就可以通过斜杆 给它做好支撑控制 好 那这样我们斜向的支撑也有了 另外就是我们在架体上 需要脱开架体之外 去搭设抛成的构造 抛成在我们架体里面 是我给你标黄线的这一根 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架体体系 是脱离开的 在上面跟架体固定 然后我们外部要撑到地面上 来提高它的稳定 这个抛成 我们一般是每隔一定高度 就设置一道 而且施工过程中 不得随意进行拆除 它是提高整个架体稳定性的 好 现在我们主要的杆件 已经识别的差不多了 那当我们搭设了一定的高度 是不是可能会发生一些 落雾等等的风险 所以架体搭设完成 我们一般四周需要去进行 密幕式的防护网去进行封闭 就是我们常说的滤网 把它包起来 然后每隔一定高度 我们在横向还需要设置水平的防护网 来防止落雾出现 所以这是我们从安全角度去做把控的 架体搭到设计高度之后 是不是我们架体搭完了 你需要对它去做检验 那我们这个要保证你的架体是能够承担核载 能够抵抗变形的 所以咱们需要去检验它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 验完了之后 我们才能去搭设底膜的大的平台 那这个底膜平台 跟我们架体在连接这个点上 我们都是通过泄落装置去做连接 这个是可以方便后期拆模 泄落装置在这可以把它的标高顶上去 然后等到我们要拆模的时候 你把泄落装置拆解 它们之间就有空隙了 我们的底膜就能落下来 你的架体就能往下去拆 因为咱们在搭设架体和拆除的时候 顺序都是一样的 由下向上去做拆除 而你由上向下去做搭设 拆除的时候要给它翻过来 维持的核心原则就是先之后拆 后之先拆 你把这个点核心去记一下 那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讲到 怎么去搭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拆解 这个咱们就放到下周的课程 给你细化 这个图片里面 一定要识别关键的杆件 我刚才给你提出了几个 一个是立柱 还有横向的扫地杆 纵向的扫地杆 横向的这个 纵向的形成的水平排架 剪刀撑 还有抛撑 斜向的撑杆 泄落装置 那我们刚才所提的泄漏装置 咱们还可以再给大家细化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泄漏装置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用木蝎 两个木蝎给它对到一起 当你想要拆的时候 我们把其中一个拿下来 是不是这个标高就可以往下落了 那还有沙筒 沙筒也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右侧这个就是沙筒 沙筒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我们前端沙筒中的沙体 是做好稳定的灌入的 然后提供这个标高 等到我们想要泄漏的时候 你把这个沙筒里的沙放出来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要往下去缩了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范围进行泄漏控制 当然还可以用千斤顶 千斤顶的话 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它来调节标高 包括我们受力上 这个调整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这个用起来也很广泛 还可以用这个U型顶托的模式 那比较常见的是这两个 可能使用起来 使用范围会更广 好这样咱们就把架体的基本构成 带着大家串联完了 那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要给他讲 全部施工过程之前 先带着你去走一下程序 然后把架体做了认识 那我们下周就会接着 从工前的教育培训 到方案的编制 到后续的一些建设过程 到怎么去拆解 把全过程走一遍 所以咱们今天相当于在讲程式之前 来给你进行了一些 基本的内容的识别 架体的识别 流程的识别 你把这个弄清楚 然后我们作为下周课程的准备 好吧 好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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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